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国际主流红葡萄品种中的最后一个品种 黑瓶螺 瓶螺瓦 黑瓶螺被称为葡萄酒中最浇气的葡萄品种 因为它的酿造 特别它的种植栽培 难度系数要远高于其他的品种 它对气候的要求条件也很高 一般只能在比较凉爽的厂区生产 不像刺杂树除了最凉爽的冷的地方不能栽培以外 在其他的温暖地区都可以栽培 而且黑瓶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必须要把厂量控制好 才能生长出比较好质量的葡萄品种 不像有些其他品种在高产量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生长出好的质量的葡萄酒 这个品种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呢 它皮非常薄 所以你看见它颜色是非常淡的 它永远都是非常淡的颜色的 有的会生一点点 但依然都是 你在到如果两公分这样一个情况下 肯定可以通过这个杯子上面 能看到你的手指 它是闻起来非常明显的这种 这种草莓啊 树莓这种红色莓裂 这种气息 那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一般也是丝妄度比较高的 因为它主要来自凉爽厂区 而且呢 它当年含量非常低 所以它喝起来不会很色的 一般我常会推荐刚入门葡萄酒的人呢 去喝这个黑瓶螺 特别那种国味重的 讲到黑瓶螺呢 我们会讲到很多著名厂区 其中当然是包括法国伯根地了 大家都在听过罗曼尼康地来的地方 现在茶的沸沸扬扬扬的 那我就想给他介绍一些比较小众的高质量的一些厂区 很多消费者可能还没有听过呢 其中就包括我最喜欢的这个新西兰的中澳塔格厂区 是最靠南极的一个厂区之一了 它非常独特啊 它这个厂区厂的这个黑瓶螺呢 识别度是非常高的 它颜色更深一点 而且它那个香味啊 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浓郁 你把它跟伯根地啦 或者美国的加州的这些放在一起的话呢 有时候识别度是特别容易识别的 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它也不便宜 但是相对伯根地那太便宜了 我可以推荐一款比较便宜的 有个牌子叫泥房子 Mod House 泥房子呢 不是它入门级那一款 它有一款叫431 当一元 431葡萄园 今天为什么会开这个黑瓶螺呢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 我很喜欢这个路易拉图啊 路易拉图 这个是伯根地最大的酒商之一了 那我这支酒呢 因为我自己没尝过 是个我刚上市 我刚靠市场刚靠的一款酒 那这个呢 是它的最便宜的酒款 所以我就给网友介绍一下 那这支酒呢是来自法国 但它不是来自伯根地 不是那种AOC级别的 它是IGP级别的 虽然是来自路易拉图 但它是这个葡萄是来自法国南部 应该是它所有系列中最便宜的一款 而且还明显的这种酸的樱桃的味道的 同时呢 还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土质Earthly 这个在西方中讲的特别重要的 Earthly就放映出风土条件的一种Earthly的这种泥土的味道 还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这种咸咸的味道 还有一个非常特点特点就是黑芝麻的香味 那这个酒呢我找不到特别详细资料 但是呢在酒的酿造过程中呢 它往往就会有两种 一种是呢用培育的人工培育的酵母去发酵 另外一种呢是使用这个野生酵母 就是空气中了 铺上自带的这种野生酵母发酵 那我觉得呢这酒应该是使用野生酵母发酵的 至少会部分 因为这个闻起来呢 每次我闻到这个野生酵母发酵的葡萄酒 在黑皮诺跟霞多利亚很多忏悔出现 尤其是出现一种高端的酒上那里 那我怎么识别呢 一般对西方人可能很难描述 但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反而非常容易 每次我闻到这种酒 带着这种明显的炒芝麻 黑芝麻的这个香味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能判定 它是用野生酵母 大部分是这样子 非常明显的 对我来说就是野生 就是那个黑芝麻的 炒黑芝麻的这个香味 这酒呢喝起来有非常明显的这种 咸咸的味道 我喝过让我比较惊喜的一些黑芝麻 在价位上 在性价位上呢 来自呢 比如说现在都来德国 德国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黑芝麻 厂区 随着这个全球变软 德国在黑芝麻上面的这个造化 这个是势不可胆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 而且现在价格还很低 还像法国阿尔萨斯也生产一些很好的黑芝麻 然后还有呢 就是新西兰 澳大利亚 美国 智利 都可以生产出非常好的黑芝麻的 当时呢黑芝麻有一种话叫说就是 你可以买到便宜的黑芝麻 你也可以买到很好的黑芝麻 但是你买不到 很便宜又很好的黑芝麻 我可以买到便宜的黑芝麻 我可以买到便宜的黑芝麻 我可以买到便宜的黑芝麻